魚頭約炸30秒後,整條魚柳起出來 各位,大家好,又是星星和大家職人吹水,星星拍什麼來的?有味的 拿一些蒼魚出來和大家吹水 有看我之前開鑊的視頻,我都經常做這些蒼魚食 很多時候買兩條回來,用鹽醃,用保鮮紙包好就放在雪櫃 這條我放了一會兒 今天有什麼攪作蒼魚,是否又煎了呢? 無論什麼攪作都好,首先都要拆掉它,洗乾淨所有鹽 怎樣洗呢?當然用水洗 慢慢將魚身的鹽全部洗出來,進一步將它解凍 我們都不停地將魚表面的散、鹽味洗乾淨 魚裏面的位置全部洗乾淨,這條魚腌了多久呢? 我腌了差不多四日,其實這條魚 食物很方便,怎樣做呢?我暫時還未決定,先洗它 鮮魚,鮮魚洗了三四次之後,我們就放在瓶水 今天有什麼攪作呢?星星,拿一塊東西出來,是什麼來的? 是薯仔來的?薯仔哪有這麼四四方方,整個桃漿 我抄了少許薑蔥出來,稍後就起片炒球 現在我們先切薑片,打開去,接著打洞 全部切薑片,全部切薑片,大家看到嗎? 還有兩條蔥白,蔥肉,乾蔥絲,蒜蓉 我們拿一條魚出來,都講過很多次,處理這些魚 我們一定要抹到它很乾身,魚廊裡甚至塞夠紙都不怕 我們不停抹,抹到怎樣才行呢?黏手,乾了,一些水分都沒有 這條魚,這條魚很鮮鮮,基本上就這樣煎來吃,就很好吃 或者油浸,也很好吃,之前我兩個都做過,今天就 起片炒魚球,魚身炸了,跟大家分享下 我們在翼底下這個位置,先放一刀,不要割斷它,因為有作用 然後在魚頭這個位置,貼著旗,慢慢落一刀,慢慢沿著骨這個位置,慢慢收入去 來到這裏,我們會留在魚頭這個位置,我們在這裏開下去,在這裏開下去 然後再次把魚頭推去,尾開去,尾開來,尾開去,尾開去 尾開來,尾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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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尾開去 把魚頭起出來,起這邊,在魚頭下刀,在背部慢慢偷下去 慢慢吃進去,起後吃把刀進去 慢慢挑發肉出來 魚骨起出來,魚豹要怎樣? 魚豹要撿去 看看,這裏還有少許骨,慢慢偷出來 怎樣偷呢?撩起骨,成塊骨便挑出來 去到魚身這裏,慢慢用一個片刀的方式 一塊,兩塊,三塊,便片出來 去到這邊也是,魚骨這個位置,起出來 這邊也是一樣,按住,一塊,兩塊,便尺尺尺 拍拍拍,中間這裏拿一刀,起了雙飛 將魚改好之後,第一步,燒油,炸魚骨先 這條魚本身的鹹度很夠,放少許胡椒粉便可以 油溫要燒至180度 在鑊邊慢慢放下去炸,放下去之後,我們收火,不要動它 隨便炸一分鐘 骨腩,骨腩這些位置放下去炸,這些都很好吃 炸了一分鐘之後,開大火,將油溫慢慢扯高它 為什麼?因為很快熟,只剩一條骨 這邊炸一分鐘,務求將這條魚炸脆去 反過這邊,又炸一分鐘,主要魚頭這個位置,令它炸香去 現在每面約半分鐘後,看到了,魚骨這些位置已經很脆,很脆 先拿起它,魚頭這些位置繼續炸脆 魚頭約多30秒後,整條魚就起了,整條魚已經很脆 接著輪到魚頭,這樣放下去,保持著剛才的油溫,不用上粉,什麼都不用落 我們都要炸脆,繼續落它,慢慢落,都不要動它,炸魚之際 炸了一分鐘之際,輕輕慢慢撩散它,不要太大力 全程炸兩分鐘,接著舀起它 炸起它,炸起它之後,便便便炸一炸油 接著將所有配料回鑊,開火,放蔥白下去,慢慢煎一炸香 放進去,放少許油下去,聞到蔥白有少許香味色,便落蒜蓉乾蔥,薑片,便便全部放下去 這段時間將所有東西炒香去先 把魚片回鑊,將所有配料味道慢慢炒進去,炒幾下可以 這段時間,暫少許酒下去,炒兩下,落1茶匙蠔油,調味,不用太多 因為它本身有少許鹹味,因為它本身有少許鹹味 落了蠔油之後,慢慢將所有東西炒香去 到最後,落蔥肉下去,繼續炒香去 放進去,讓它有蔥的味道,釋出,這個菜便可以 最後,拿一條魚出來,大家看不見肉的紋理? 現在看到已很想吃,將一條鹹鮮蒼魚,起肉炒球 其實都很好吃,炸香魚骨,又當椒鹽魚骨食,一魚兩食 今天的分享到此為止 喜歡吃香口魚的網友,給個like,星星,訂閱職人吹吹的頻道 幫我分享下這個,香口的鹹鮮蒼魚兩食,我先吃飯,多謝收看,拜拜